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完中国古代思想就奔到希腊文艺复兴去了 然后第三章又是古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 所以咱先把中国讲完 咱先讲完中国古代 然后咱讲世界古代 然后咱再讲中国近现代 再讲世界近现代 咱这样的话就是中国的古代世界的古代 中国的近现代世界的近现代 中国当代世界的当代 咱这么来讲 要不然就太晕了 因为你的宗教改革跟书法差哪去了 所以咱先来古代思想史还没完 古代思想史 上节课等于我们是讲到了两汉 然后两汉那标题是怎么个标题的 我看看谁的笔记 我看看你的笔记 一般他记得比较紧 我看看怎么个标题的 大二是两汉 大二是两汉 很好 大三 咱们给他单拉出来一个 大三 就是从三国两建 南北朝到隋唐 我简单写吧 魏晋到隋唐 魏晋到隋唐 那么这个魏晋到隋唐 这个时期 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 文化思想 它一个发展的突出特点 我们教材上也讲了 叫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 说我们中国古代 一个发展的突出特点 叫三教合一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要不把这个整明白了吧 那个宋明理学 你整不明白 什么叫三教合一 首先大家知道三教指的是 儒教 道教和佛教 中国历史上一指三教九流 儒教 道教和佛教 其实儒 很难说它是一种宗教 你说他教主是谁 他的教义是什么 他更多的是一种思想 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国教 没有国教 皇上是得什么信什么 什么对他有利 他怎么样 信什么 所以圣人以神道设教 圣人以神道设教 中国人的信仰 是最功利的 没有虔诚的信仰 所以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 就看傻了 中国人怎么这样 拜孔子 念佛经 稍带手还练练丹 你到底信啥 你到底信什么 你说我们就信上帝 人家 伊斯兰教我们就信真主 除安拉外再无别的神灵 我们就信这唯一的真神 中国人什么都信 中国人的信仰是非常功利性的 这个不下雨 现在下雨 不下雨 农民抬着猪头都来了 龙王爷 您闲闲灵 给下点雨 下点雨 这猪头就给您 然后哗 雨一下 猪头疙瘩 也不妨 一夜里有人偷偷偷 也有可能 这猪头疙瘩 这人就走了 假如要不下雨 跳下来就骂龙王爷 对吧 你龙王爷 你瞎了 你不过下雨 拆了你就能这样 你见过西方人进教堂 上帝你瞎了 没这样了 他是信仰 中国更多的是 拿他干嘛 就我拜你 你得干嘛 你得你办事 你得给我办事 你保佑我 佛祖血灵 明天我抢银行 你得保佑我 这佛祖能保佑你抢银行 他还是佛祖 你想想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宗教 老给人留下迷信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拜他的动机就怎么样 不纯 实际上你说我们拜佛也好 拜什么也好 因为我们感谢他 创立了这个伟大的宗教 他是我们的老师 我尊重他 我去拜他 不是说我求他保佑我 你说你听我的课 我一定听完我的课 你就考北大 考不上你骂我 那这我做不到这一点 我做不到这一点 道理在这 中国的这三教 儒教修性 道教修命 儒教什么叫修性 儒家教你什么 做人 修身养性 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教你这个 对生命怎么 就是说不是看的那么重 谁是摆在第一位的 什么摆在第一位 气质 摆在第一位 孔约成人 梦约取义 这摆在第一位 所以你看中国古代 这些个英雄们 岳飞 文天祥 什么郑成功 没有长寿了 这些人 好 道教是教你干嘛 教你干嘛 长生不老 保命 长生不老 你最好能够肉身成仙 白日飞生 不但你能成仙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你们家跟你好的全上天 你们家在天上就过小日子去 所以道家他强调了个命 长生不老 神仙本是凡人造 只是凡人心不老 就看你要不要修炼了 你修炼完了全能成仙 你全能成仙 问题是 真的能成仙吗 这个道是有成仙的吗 咱没见过 最近晚上 有吧 咱只能说有吧 咱没见过 然后这个成仙最好 用什么办法成仙 炼丹 弄一炉子 这个什么水银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铅 拿拿拿拿 炼 炼 养花孔中毒 就全死了 你想这炼丹 这是穷人玩得起的吗 明世宗家境皇帝炼丹 一年光燃料 二十多万两白银 最后他吃了丹之后 他成仙 共中毒 雍正皇帝也是吃了丹成仙 然后秦氏皇汉武帝 那会还没有道教 道教东汉时候兴起 都在炼丹 这不是穷人玩得起的 而且每一个道士一死 这个道家这种长生不老的学说 就遭到一次沉重打击 你不是说长生不老 他怎么吃了丹之后 他怎么吐白沫了 这玩意 这不对吧 于是这个时候 佛家吉时传入中国 佛教提倡一种什么呢 来世 终极关怀 你这辈子不算 来世呢 你还有 你还有下辈子 提上一种终极的关怀 这一下这三教凑合的怎么样 特别好 特别好 那你想这三教里边 肯定是谁的势力最大 不用做 我就知道他的势力最大 对吧 杀身成人 舍生取义 这一般人都做得到吗 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你掰着手指头算起来 这中国古代完美人格的体现 那不就一文天祥吗 人人都能做文天祥吗 跟他同时代的人 做不到的是多数 是吧 炼丹这个也就甭提了 所以佛家的势力怎么样 最大 中国有一句话叫 天下名山僧战多 对吧 按说道教是本土的 佛教是进口的 为什么进口的压过了本土的 跟他的教义是有关的 而且 你注意看见这么一个特别 看见这么一个没有 一个国家如果宗教特别盛行的话 这个国家的社会治安怎么样 好啊 和谐社会 对吧 你说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最起码要奉五戒吧 杀道 淫望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邪 不妄语 不淫酒 我做到了五戒 杀道 淫望酒 我还能去触犯国法吗 不可能吧 所以有这个宗教 这个人就好 因此佛教进入中国 一下就洪传开来了 我不认得字 我不懂佛经 我不认得字 你不认字没关系 唐三藏吗 三藏三藏 三藏指的哪三藏啊 经 律 论 经 就是释迦牟尼讲的 才能叫经 唯一的不是释迦牟尼讲的 是中国禅宗六祖慧能 讲的六祖谈经 经就是释迦牟尼讲的 才能叫经 律是释迦牟尼为僧尼制令的戒律 戒律 三百多条了 最基本的就是守五戒 杀道淫望酒 再高级的守十戒 然后什么不听歌舞 不住高广大床 不去金银财宝 守十戒 你要真的出家 最高的到这个 受这个这个 巨族戒三百多条 不是说出家人都叫和尚 和尚是什么意思 和尚是教授 是教授 喇嘛是教授 上师 教授 不是说是个人就是和尚 我跟大学里我就是教授 我是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我这一级一级来 你刚一进去是小沙迷 沙迷 沙迷 沙迷就受十戒 你到最后受巨族戒 你才是和尚 三百多条戒律 非常的戒律森严 戒律森严 论 是后世高僧大德 对这个 释迦牟尼的这个 这个这个 经律的一种 阐释 你比如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唐三藏上 西天取经 主要就是跟戒贤菩萨 学于谐师弟论 于谐师弟论是这个 这个 世亲菩萨在兜率天宫讲法 他是给天人讲的 不是给一般老百姓讲 他给天上的神仙讲的 兜率天宫讲法 然后这个 戒贤菩萨的祖师 他入定之后 去兜率天宫听法 然后把他记下来 再回到人间 这样一家一代 传到唐三藏那 是吧 你这个经律论这玩意儿 浩如烟海啊 是吧 你要能读懂它 这是哲学最高层次 你读不懂怎么办 没关系 不是那字吗 没关系 最简单的方法 会不会念 南无阿弥陀佛 会念吧 行 一天十万遍 准保往生极乐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好多 那个高僧大德 他嘴里就咒语不断 他跟你说话 他跟你说话 只要一不说话 他嘴子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一天就 念念的口土莲花 等你死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往生极乐 这种修行态怎么样 太简单了 老百姓买了佛经 回家干嘛是 请了佛经回家干嘛是 供着 瞧不懂 是吧 不认字 你想供着 这你都懂 这你都不懂 你能懂这个吗 他说供着的 但是他流传的怎么样 特别快 特别快 你痛苦吧 魏晋南无阿弥陀乱不乱 乱呐 风火贫年 刀兵遍地 乱 我怎么生在这么一个时代 没关系 你上辈子是国王 因为你杀孽太重 让你大兴土木 你这辈子遭难 到人间 你忍让苦行 修行 情善积德 来世还做国王 原来是这样 老百姓他特别高兴 纷纷加入佛 顿入空门 这个太好了 统治者也非常高兴 这宗教你说多棒 他教老百姓干嘛 忍让 苦行 不要反朝廷 好 大力提倡 佛教越来越圣 儒道的势头就给怎么样 压下去了 就给压下去了 那这家的佛教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看印度 基尼系数跟中国可能差不多 对吧 就贫富分化指数 是吧 这个贫富分化指数呢 要是基尼系数达到0.4 这国家就够一瞧 咱们对外公布是0.46 很危险 是吧 很危险 印度跟咱们贫富分化指数差不多 他怎么不闹 人人有宗教信仰 今天印度倒不是信佛 他信印度教 是吧 印度教 佛教徒基本灭绝了 后来回教兴起了 佛教基本被灭绝了 但是佛教跟印度教有渊源 是吧 像那种什么 三世因果六道轮回 都是跟他有因缘 所以他信这个 我这辈子苦我认了 我不能因为我苦 我就去偷垃圾桶 我就把公园护栏给拆了 我拿井盖给卸了 我不能干这个 我不能干这个 我干了这个 我来势堕地狱 那更可怕 是吧 更可怕 中国人为什么就干这个 是吧 拉一桶 我砸我的踹别了 我卖钱去 是吧 公园护栏给拆了 井盖给扒了 中国人怎么样 没信仰 因为党教导我们说 那都是骗的 你信 是吧 哪有什么天堂地狱 工人阶级起来吧 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是吧 这叫怎么说 失去的是锁链 是吧 一不留神 得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那来 把水井井盖弄了 你掉下去摔死 关我什么事 不摔死你就得饿死我 你说死谁 你挑一个吧 是吧 所以这个 有信仰的人 都是高尚的人 你肯定不会做 这种违法乱纪的事 是吧 违法乱纪的事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大力提倡 弘扬 那叫什么 南朝484 多少楼台 烟雨中啊 所以统治者广修四塔 这钱就花扯了 那么多人都出家 造成的结果怎么样 没人种地了 没人给官府干活了 没人当兵了 官府的劳动力和税收都受到影响 利空于官府 兵错于行间 家家弃其亲爱 人人绝其四续 这都 没人生孩子了 你出家怎么生孩子 所以土地劳动力 人口 官府一看 这玩意也不行啊 但是你靠什么跟他对抗呢 还得靠这个 儒家 因为道他实在是不行 你说成仙这实在不行啊 那个说来世 你这玩意 来世的事谁看得见 于是 这个在韩玉的时候 就曾经提出来过 这个 要复兴儒学 要提出来 提出来过复兴儒学 儒学的复兴 韩玉的时候 就提出来了 等于就是儒学 就已经出现了什么 可以讲是 出现了什么 危机啊 对吧 韩玉的时候就提唱 要复兴儒学 复兴儒学 当时的唐朝的皇帝 迎佛谷 到这个 陕西浮丰县 法门寺 这个阿玉王塔的地宫里边 要葬这个佛谷 佛谷呢 就是释迦牟尼的舍利 佛植谷 释迦牟尼 元祭之后 八万四千舍利子 舍利是八万四千块 八万四千舍利子 目前传世的已经不多了 佛谷舍利 有这个 就是人间有两枚 天宫一枚 龙宫一枚 然后人间两枚 一枚在西山巴达兔 灵光寺 那个塔里边 一枚在斯里兰卡 所以就是一个 西兰佛谷和法宪佛谷 佛植谷只有一枚 在陕西福峰县 法门寺 就是唐朝的时候 给隆重的迎进来 然后这个地宫就被关上了 一千一百多年以后 一九八几年 这个塔 被雷劈了 掉一半 那一半摇摇欲坠 所以给它拆 拆掉 一拆掉 发现地宫 里边的随葬的金银财宝 堆积如山 就那个黄金座的金币 开元通宝 有好几千枚 他刚才说这秘色词 全国只有十几件 你弄一件的话 吃到地球灭亡那天都差不多 那玩意有价 你买不着这东西 你卖也没卖得起 久久就认为 那玩意没有 在地宫里 一千多年 但是可能好像是 法门寺的历代主持 知道这个秘密 文化大革命的红贵兵来破四旧 就刨这个塔 据说还有半米 就刨到地宫的入口 如果要刨到地宫的入口的话 那这些就怎么样 完了 结果法门寺 八十岁的住持 良清法师自焚 舍身护法 把那帮户人给吓跑了 老头了 自然点着了 这边往下跑 良清法师就是 大菩萨转世 舍身护法 然后这个地宫 他算保住 后来等挖地宫 挖了 刮头皮 烟头都有 那帮宫卫兵干的 当年 半米挖出来 佛执骨 韩玉就反对皇上干这事 你弄这个干什么 那玩意有什么用 佛是荣神 西天的外国人 印度人 你供印度人干什么 就不干 要求复兴如雪 皇上一生气 滚蛋 给他弄到潮州去了 那地方都是那种 兔子不拉屎的 那种地方 给他扁到那 你们知道有一个 云恒秦岭家和在 你知道那两句是什么 雪庸蓝冠马不前 那不就是那韩玉在这个 因为他剑迎佛谷 被朝廷给 对对对 给贬 贬在那 一风昭奏九重天 西贬朝阳路八千 一下给他贬的那个 潮州 本位圣朝除碧市 岂将衰朽西残年 云恒秦岭家和在 雪庸蓝冠马不前 然后他这给他的侄子写的 知如远来应有意 好收五谷 仗将边 那我就肯定要死在这了 你收收我的骨头 所以他那时候就提出来 要儒学的复兴 就因为儒学受到佛道的冲击 相当的大 相当的大 提出来 后来逐渐的 到了宋朝以后 由于宋明礼学的兴起 佛道渐渐就 示威了 渐渐就示威了 所以这个 第四 宋明礼学 宋明礼学 宋明礼学呢 咱们是讲这么 两大点 讲这么两大点 第一个是成诛 第二个是 陆王 第一个是成诛 那么大家能不能概括一下 成诛理学 它的主要内容 有哪些 就用它原话 用那张原话 这个第一个就应该是什么 第一个应该是什么 第一个应该是什么 第一个应该是理 理 第一个是理 我们说这个成诛理学 它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东西 对吧 那你说这个 它怎么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东西 第一个 对 不是第一个就是什么 理吗 第一个就是理是万物的本源 这跟这是哪家的 道家 道是万物的本源 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 他认为就是吸取了这个 道家这些东西 道家这些东西 然后 我同学说了 格物 置之 格物置之 实际上就是它的一种什么方法 就是它的一种什么方法 探究 探究 探究实际上就是一种 要向佛道解释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什么东西 它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 实际上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对吧 佛教 道教 尤其这佛家 特别讲到修行 你怎么修行 你勤修戒定慧 排除贪嗔痴 你得排除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得勤修 你才能够成就 它这种修行的方法 这也是吸取的人 这东西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著名的思想就是什么 存天理 灭人欲 把天理跟人欲 对立起来 这更是宗教家的思想主张 存天理 灭人欲 这更是宗教家的思想主张 道教 咱们讲了 神仙本是凡人造 只是凡人心不牢 你通过修炼 你就可以成仙 你就可以成仙 佛家 严格意义上来讲 中国的宗教都是无神论的 佛教的创始人是 释迦牟尼 他也是人 加毕罗魏国的王子 目睹众生皆苦 29岁那年 夺王爷而不为 舍弃王爷而不为 出家 然后六年 正德无上菩提 他成佛 然后在人间住持讲法 45年元祭入涅槃 那么就是 释迦牟尼有一句名言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你人都可以成什么 佛 如来就是佛的意思 所以如来佛 这就重了 释迦如来 阿弥陀如来 要师如来 如来就是佛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你都可以成佛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就因为你妄想执着 你不能正德 所以佛家就教你怎么样 破妄想执着 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 四大皆空放下 该放的放下 你就能成佛了 看破放下就能成佛了 这也一样 你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什么 天理 仁义理之心 但是你被人欲蒙蔽了 你放下 你就成就 所以你看这个修炼的这种主张 跟这个佛家是非常怎么样 相似的 跟非常相似的 所以他这个主张一提出来的话 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 大力提倡 尤其是诸锡的学说 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 科举考试 四书五经 这四书必须用诸锡的注 四书当据集注 原来四书不算什么 原来唐朝那时候就是考什么 五经 你就到宋朝 宋真宗 劝这帮人念书 六经秦相疮前读 那会儿就读这个 师书礼仪月春秋 读这个就完了 到了后来四书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五经之上 在五经之上 就是诸锡这个时候来提出来了 但你说这个 就是说他这个刚长明教 这种东西一提出来 对人是不是有约束力 所以就说 中国古代这种 就是说宋明礼学兴起之后 对人的这种 就是刚长明教这种约束 就比以前要大得多了 就是我记得跟大家说 你像唐朝的时候 最流行的体育活动 是打马球 妇女都会打马球 骑马挥杆 打球 杨贵妃 胖乎乎的 人家打马球 是吧 人家打马球 你说这个妇女 都能骑马挥杆打球 最起码说明 她是不缠足的 对吧 你要裹个小脚 走道都走不了 你怎么能骑马打马球呢 缠足从哪条开始 就是宋朝 对吧 宋朝 我说是北宋的 那是宋朝 你看唐朝的公主 再嫁了 多了去了 弄一驸马 她不喜欢 跟她爸说 给我换一个 她爸给换一个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汉朝的时候 妇女也可以主动提出来离婚 都可以 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行了 就是宋明礼学 兴起之后 你要去人欲 你要存天理 三纲五常是天理 你想改嫁是人欲 所以你得怎么样 你得灭人欲 这样一来 他对人的约束就太大了 但是你说有约束有没有好事 也有好事 也有好事 而且我不知道我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没有 这个中国的宋朝的一个大儒 就是理学家叫张仔 听说我这个是吧 张仔他讲你读书 为什么 读书为人呢 读书为什么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盛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宋朝的这个大儒张仔 他提出来的 他好像是北宋时候的人 就是跟那个二成是几乎是同时代的人 他读书是为了这个 为了这个 所以你像这个主张一提出来的话 那当然他这是 有没有进步意义在里边 对人的这种约束 你读书要为天地立心 你说天地是什么心的 最起码无私吧 天行有常 不为遥行 不以劫亡 最起码天是无私的 天地是无私的 你要是读书 你就应该有这么一种胸怀 无我 无私 为生民立命 当然这您得当了官 是吧 您当了官 别竟把国库的钱拿家去 是吧 您想想老百姓 是吧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 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是吧 咱们在座的有二十个人 是吧 这个 这个 二十条好汉 是吧 这个 咱们最起码 咱们都是文科生 你说这 这四条里边 你最起码应该做到一条 那条 很好 为往胜 济绝学 是吧 什么是 往胜的绝学 中国的传统 文化 过去单位组织我们 去欧洲考察 去过这么几回 那就去过这么几回 那老师到了意大利 那就是 拍照 赶紧拍照 拍照 赶紧上小摊买东西 是吧 买完了全是没得因差 那实际上 是吧 急着去买东西 是吧 然后导游给讲解 也不听 他也听不懂 确实也不听 然后那导游都很无奈 他们是第一次到外国吗 不是 他们老出国 老出国怎么这样 是吧 然后这个 我说那什么罗马斗兽场 我说我 等我两分钟 我照着 哎呀 这破破破破烂烂的 有什么可看的 他是教化学的 他跟着这破破烂烂 有什么可看的 王府省心 您上那儿看 你不完了吗 对吧 这破破烂烂 什么可看的 然后到俄罗斯 那中学里参观 人家那中学 有一个校室展览 那校室展览 他就有好多那种 就二战的时候 牺牲的校友 在阵地上 手工油印的 那种小杂志 是吧 人家摆在这 有的上面都带血迹 就是牺牲的 战壕里印的 摆在这 他把这湿漉漉的雨伞 就往那边上面割 那种文物相当于 人家校友的牺牲 虞伞我上歌 然后我说 你这太过分了 好了 他们说 就是那意思 我是汉奸 你看人家俄国人 都没说什么 你就说 您这是什么素质 你看 到哪儿 这都全都乱了 教堂 所有的教堂门口 一张嘴 中文 请勿大声喧哗 简话字 简话字 你看那儿 你不觉得脸红吗 杨个人歧视我们辱华 你这样的不该辱吗 那叫辱华 你这样的不该辱吗 你满地土坛 你这样的不该辱吗 请勿大声喧哗 这都是中文简话字 他不懂 看不懂 教堂全一样 去那教堂不全是这玩意吗 然后说 中国人是叫什么 上车睡觉 下车撒尿 到点拍照 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这个好 刚照完相 一上车就问我 这刚才是哪 圣伊萨克大教堂 圣什么大教堂 这还没回去呢 刚一上车就不知道 刚才照的是什么 上车上什么大教堂 这早都直乐 你这回去 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你上车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你来学校花这么多钱 让你来 你来干嘛 还不是让我跟那待一个月 把那钱都给我 我跟那待一个月 还不是乐 就我能看得懂 就我能看得懂 你对这个文化 本国文化 它更是一无所知 你问他张仔 他以为卖肉的呢 他更一无所知 这还是老师呢 这还是老师 你说那些个别的土财款 土财主 土财主 你这帮人 公款消费的那帮人出去 那什么德行 你有钱吧 你有钱就尊重你吗 所以你说什么是中国的象征 什么是中国象征 我们为什么五千年没灭亡 文化是我们的象征 对不对 我们五千年没灭亡 是因为我们巨能打仗吗 我们历史上被少民族灭的时候 太多了吧 但是谁灭了我们 谁就变成了我们 对吧 我们这文化太了不起了 是吧 谁灭了我们 谁就变成 你元朝灭了我们 你就变成我们 你不变成我们 九十年后 你滚回草原上放羊去 是吧 你清朝灭了我们 灭了我们就变成了我们了吧 是吧 哪个满族人还会说满语 还认得满文 是吧 你们全汉化了吗 是吧 你们全汉化 皇上圣旨有满文吗 是吧 有满文他也不认识了 别人也不认识了 全汉化了 谁灭了我们 谁就变成我们 就这道理 我们的文化太了不起了 所以咱们真的 说高兴了 咱们读书人 尤其文科生 为往胜记绝学 德国 你中学毕业生 要不懂哲学 你别想毕业 希腊的学生 要不懂那古希腊的戏剧 你甭想毕业 你中学不能毕业 是吧 然后那个德国学生 到我们学校访问 有好笑吗 让我给讲京剧 当然有翻译了 我讲了一节课 那讲京剧 然后德国学生 跟我们的孩子 不是一对一的交流吗 问我们的孩子 你年看几回京剧 那孩子 什么 什么叫京剧 是吧 什么是京剧 没听错 什么是京剧 是吧 什么是京剧 周杰伦我知道 京剧没听错 是吧 你这太可怕了 是吧 太可怕了 是吧 我们去法国中学 参观 法国的中考 科学 法语 历史地理 人家中考考四门 科学 科学就咱所有数理化 人家一本书 科学 法语 历史地理 然后我说 要不你们国民生产总值被我们超过 你们光考副科 你们不考主科 要我们这儿 数理化 你考这儿 英语 你考这儿 你考历史地理 有屁用 副科 不要考 不要考 那个东西体现你的什么 素质 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 你们琢磨去吧 你学历史 有什么用 你八小时以外的时间 几乎都跟历史沾边 你看电视 是不是看历史 历史剧有多少 现实题材的剧有多少 你看个反特剧夜幕下哈尔滨那样历史 满洲国怎么回事 你得知道吧 你看电视是历史 你旅游是不是历史 你出去跟朋友吃饭是不是历史 你几乎八小时以外的时间都是历史 都是历史 懂点没亏吃 懂点没亏吃 为往生寄绝学 你将来不见得非要干这个 干这个就很没劲了 但是作为爱好 作为爱好 你看现在各个书店里卖的最火的书都是什么书 柜台最多 有二元一四方程解题 有这玩意买 疯狂的买 没有 道理就在这 道理就在这 所以他提出来 咱就说这理学不能完全否定 不能完全否定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 成诛 第二个是陆王 陆王心学 陆王的心学 那就又左了 主观微信主义 那就又左了 这心学没什么可讲了 他就说一切都是从什么出发 五心即宇宙 是吧 心外无物 是吧 心外无物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知情合一 是吧 你比如说那个 就说这个 佛家他是讲心外无佛 五心即佛 那就是你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的 心心相印 这个成语就来自于佛经 就是释迦牟尼 元祭前 他要传 谁继承我的 佛教教主地位 所以 拈花示众 拿几朵花示众 谁都不明白佛祖为何 一笑 家业尊者一笑 是吧 然后这个 佛祖说 那我有无上法门 父主摩科家业 我死之后 家业继承我的 教主地位 为什么家业一笑 佛祖就把花给了 因为家业的心 跟佛祖的心 心心相印 那这个词最主 最主要不是一男一女 是吧 跟他契合了 心心相印 为什么 这就是家业看懂了什么 他就笑了 没人能明白 你明白 你不就成家业了吗 你想想是吧 没人能明白 这就是佛家 特别讲到这个 是吧 六祖会能的时候 到那个广州去 一个庙 跟大家听说 那个帆 风一吹 就帆在动 帆在动 然后俩和上在底下辩论 你说是风动了 还是帆动了 这个帆不是在动吗 是吧 是帆在动 还是帆在动 俩人就吵 吵得不可 开交的时候 惠能说 不是帆动 不是帆动 人者心动 是你的心在动 哇 俩里头服了 大师 一样一样 服了 是吧 就是他就说 我心外无物 是吧 所以 惠能的禅宗 为什么在中国后来 流传的特别广 是吧 你看 所有的佛寺 都爱叫什么什么禅寺 是吧 为什么流行 惠能就主张什么呢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我不用修行 我的心跟佛的心 八一契合 我就是佛 是吧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不用修行 不用修行 他这种观念 等于陆王心学 就给吸收 心外无物 五心即宇宙 蒋介石是特别推崇 王阳明的心学 所以你看台北著名的森林公园 叫杨明山 杨明山 原来叫草山 蒋介石去的时候 把他命名为杨明山 所以你到了台北 比如说杨明山 什么公园 杨明山是怎么回事 王阳明 就因为讲功推崇他 所以广告叫 王守仁 就是这么一回事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甭管是成诸礼学 还是 宋明的理学 成诸礼学 还是陆王心学 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他对人欲的这种打击 特别不适合什么呢 不适合中国 到了这个 实际上经济 你们讲过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 特别不适合这个商品 你都灭人欲 什么也别买 都修行 我的经济怎么发展 不适合这个 所以就有人来 起来反对 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就是 李志 王福之 顾延武和 黄宗熙 所以这是我们来看 第五个 明清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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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展 如学的新发展 明清之际 其实这个吧 也挺有意思的 也挺有意思的 后来 这本书不是编的不好吗 可能明年九月份 新教材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书编的不好 有人就问 尤其对这个第四课 有人就问这个编书的 说你说 李志 顾延武 王福之 他们的思想 在明清头 是主流思想吗 后来那帮人说 不是主流思想 那不是主流思想 你编它干嘛 你编它干嘛 主流思想还是什么 成诸和陆王 还是成诸和陆王 所以他这个明清之际 这个的发展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掌握他的背景 背景 这个时候的 明清之际 他这个思想发展的 这个脉络背景 是什么 实际上是有这么三点 我们教材上讲了两点 一个是统治危机 统治危机 统治危机 咱们前面讲过这个 就是这个儒家思想 一开始 他不招统治者待见的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特别强调谁的 对 强调老百姓 然后他强调你这个统治者 要想进行好的统治 你应该起什么呀 带头 榜样作用 他不招这个统治者 带去 所以 儒家思想 他也是强调这个 那你强调这个 这个老百姓 存天理 灭人欲 那你统治者也应该 这样啊 那你才能让百姓信服 结果你看到了这个 明朝 几乎可以讲 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个王朝 是吧 明朝是由这个贼王子出身的 朱元璋建立的 是吧 这个人没受过良好教育 是吧 他这个不怎么样 他的子孙们 跟他一样不怎么样 是吧 遗传基因不好 这个 二百多年的明国王朝啊 二百七十六年嘛 皇帝 一百二十一年 就不上朝啊 完全不上朝的皇帝 是吧 那个明武宗 正德皇帝 是吧 明武宗正德皇帝 他不上朝 他不上朝干嘛呢 一个是调戏妇女 是吧 他化妆去调戏妇女 一个是玩打仗 那自个儿跟自个儿玩打仗 假装玩打仗 还给自个儿封官 什么 镇国公 抚远大将军 给自个儿封官 然后世宗皇帝呢 是炼丹 是吧 这个炼丹 最后共中毒 神宗皇帝是攒钱 玩命 攒钱 西宗皇帝做木匠活 反正没一个好人 他们都不干活 不干事 那你 你统治者 这模样 你就做这种表率的话 这个理学 心学 能不能约束你 这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所以这是一个统治危机 再一个呢 就是 工商业的发展 其实这个是根本的原因 根本原因 就是按照我们的传统的认为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它需要市场 需要市场 结果你这个老是这种 就是说存天理灭人欲 你这样的话 你经济没法发展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改朝换代 咱们不这么写了吧 就明清一代 明清一代 改朝换代了 改朝换代了 明朝怎么样 灭亡了 灭亡了 中国的理学统治下的读书人的典型特征是 平时袖手谈心性 临世一死暴君王 那么能不能解决问题 你一死暴君王你就死了 你死了管什么用 你管什么用 所以国家灭亡了 三百年来养世之朝 朝廷后养世人 结果这帮人全都怎么样 没用 所以后来这些人就要考虑 我们整天就这样玩 平时袖手谈心性 能不能治国 得来点这个 实把实的东西 精事致用这种东西 其实整个包括中国清朝 包括你为什么就是干不过人日本 小日本明治维新才多少年 他就起来 就是日本人是实干 中国人就干嘛 说山 说山就是袖手谈心性 你跟那说山 就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在这样的背景下 出现了这些著名的思想家 第一个是李志 李卓吴先生 他的墓就在通舟 通舰 李志 李志 那你们说这个李志的思想 有哪些 就怎么概括一下李志的思想 他否定谁啊 那就是否定 他叫否定圣人 否定天生圣人 否定天生圣人 这个原来的这个儒生啊 就是讲这种话 说天不生众尼 万古长如业 如果没有这个孔子的话 万古长如业 李志说那你扯淡了 难道古人不走道 孔子以前的人不走道 是吧 你长如业 那没有白天 是吧 所以他否定那个天生圣人 再一个就是强调 人欲 否定天生圣人 然后这个强调人欲 强调人欲 知道这个事了 然后他被迫害死了 他的坟就在通州 古塔什么西海的公园 是在那里边 李卓吴先生 母写的是 然后第三 实际上是第二个思想家了 就是黄宗熙 黄宗熙的思想主张 主要是什么 反对什么 反对什么 对 他实际上是反清 但是他不光是反清 他反对什么 反对军主专制 他最主要就是反对军主专制 他看出了这个 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一役 君主专制 所以有人说 他的这个思想主张 后来孙中山先生 他们搞民主革命 也奠定了一定的这个思想基础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 也有人认识到这个君主专制了 不可取 不可取 他就强调这个 反对君主专制 再往下一个是顾延武 顾延武 这个其实就是他那标题就完了 你就知道顾延武 他是提倡 京士致用 顾延武是提倡 京士致用 顾延武 实地走访了很多周县 写出一本天下郡国历病书 然后就是提倡这个京士致用 另外可能大家也听说 顾延武有一个主张就是 天下兴亡 匹夫有则 他说这个异性改号 为之王国 是吧 这个仁义充塞 而率寿时人 为之王天下 保国者 其君其臣 肉食者 谋之 其君其臣 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 匹夫之鉴 予有则焉而已 所以后来人们就从这里边摘出两句话 天下兴亡 匹夫有则 也就是王国跟王天下 是有什么的 区别的 是吧 赵宋代替了礼堂 这叫王国 我们的道统没有灭绝 所以这叫王国 是吧 满清代替了朱明 他认为就是王天下 因为一族入主 中华文明 中华道统要灭绝了 后来当然是满清 他是很快就 汉化了 他吸取了元朝的教训 所以满清皇帝 他也是 汉化程度很高 那会朝鲜 还一门心思要反清复明 因为朝鲜受明朝恩惠 一门心思要反清复明 就是称 称 清朝鲁军 鲁皇 后来一看 清朝皇帝的汉血水平不比我差 这才跟清朝开始拉关系 才开始 到乾隆的时候 朝鲜对中国的敌势 才小了多 他提出来 王国跟王天下是有区别的 什么是天下的象征 就是我们的文明 我们的道统 这个是天下的象征 这是我们说的 顾炎武 然后是 王夫之 王夫之 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教材上就讲了一点 主要讲了一点 他是唯物的 他是唯物的 然后他认为 什么是绝对的 什么是相对的 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 所以他这个主张 就是概括讲的叫做 他原话说 静忌寒动 动不舍静 以后 比如你要看见这几个字 你知道是王夫之 就可以了 静忌寒动 动不舍静 这是王夫之的主张 就可以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 我们就把中国古代的思想 给做了一个概括 我们下面就介绍一下 中国古代的艺术和科学 讲完了思想 我们讲艺术和科学 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 文学艺术 古代文学艺术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 包括它最主要的成就是什么 比如说文学艺术 第一个我们来看文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 你说它最主要的成就有什么 文学艺术 它最主要的成就是什么 一般咱一说就是 唐诗诵词圆曲 明清小说 一般一说就这样 唐诗诵词圆曲 明清小说 所以咱们来看 第一个就是诗歌 第一个就是诗 你们学那个语文课吧 中国文学史什么东西 是吧 应该 你说中国古代的诗 有 就是从它的文字上 都有几个字 有几个字的 有几个字 四言五言 七言骚体 骚体就是那个句子有常 有短 主词 四言五言 七言骚体 所以诗歌的话 就是说咱们简单说 第一个应该是诗经 诗经 这个没什么需要展开的 诗经这玩意四书五经没有 但是咱也没法把它太展开了讲 诗经老是说我没看过 我瞧不懂 说在的 这玩意儿不太懂 你也不明白它什么意思 诗经分成 风雅诵 是吧 三百零五篇 那一共是这个 就诗三百 但是叫四诗 因为雅分 大雅 小雅 是吧 风是什么 民风 国风 就是什么玩意儿 叫流行歌曲 对吧 老百姓唱的 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的两大永恒的主题是 生命与爱情 所以你翻开诗经 观观居酒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你这玩意儿歌到宋明礼学那 他咱们解释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春天里灭人欲 对吧 你这 这还了得 所以那里边好多东西 都是 有些东西都是 很那什么呢 是吧 就是后世的儒生 就给他瞎解释 孔子说 诗三百 诗无邪 那是人的最天真浪漫的那种时代 是吧 很多这个就是很直白的男女官 也都被表白 所以他这没法给翻译过来 你翻译过来成会音会道的 有一些东西 是吧 所以这个诗经 它是那种四言四言 基本上是这种四言诗 雅就不用说了 是吧 宋是祭祀的 是吧 雅就宫廷悦舞 是吧 然后封 所以那诗经本身就封成 就是等于就是 通俗文学跟高雅艺术 就分开了 是吧 就是通俗的 流行歌曲 跟这个民族唱法 跟美声唱法 是吧 就 就分开了 是吧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说诗经 诗经 然后这个 再往下 诗经相传是 这个孔子给 编的 山树六经 整理的 这个 相传是他整理的 然后就是这个谁呢 就是骚体师 这就是什么东西呢 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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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发展成了 汉富 是吧 你看那个什么 呃 刘邦是南方人吧 他实际上是 这是这个 江苏那边的人 是吧 可能那边的这个 楚辞啊 比较流行 刘邦他不是做大风歌 是吧 大风起西 云飞扬 安德蒙世西 守四方 是吧 他都是那种那个 就是这种 西西西 加一个这个 加一个这个 句子有长有短 是吧 有长有短 所以发展成汉富 但是汉富 就有点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 贵族文学 就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是吧 你比如说奥运富 伟大 是吧 精彩绝伦 就全都是这种词 你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堆砌 是吧 然后写鸟巢 鸟巢富 写一个鸟巢 好 然后国家大军 鸟蛋富 你再来 是吧 那么实际上在汉潮的时候 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什么 天文 孔雀东南飞 也不是几里一徘徊 五里 十五从军征 八十始则归 这叫什么东西 这叫什么东西 这种诗叫什么 知道吗 篇文 不是 篇文是四六句的 都是四六句 这就叫岳辅诗 你学过这个吗 是吧 都是嘛 岳辅诗 是吧 诗经 这是四言的 是吧 然后汉复是有长 有短 岳辅就是几言了 几言诗了 五言诗 岳辅就是五言诗了 是吧 五言诗了 是吧 岳辅就是五言诗 是吧 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又开始了五言向七言的国度 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就已经有了七言诗 到了唐朝就达到了鼎盛 唐朝就是这个 唐诗 这其实这个往下要展开了讲 那就是语文课应该讲的那种内容了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唐诗的代表 就是从文学史上把唐朝分成几个时期 南朝 初 初 然后 圣 是吧 初圣 还有 中和 晚 出圣 中晚 这么几个时期 是吧 初唐 唐诗代表人物是谁 四家 你能说一个是吗 帮羊鲁鲁 对 就是说这个 其实更早应该是 陈子昂 是吧 念天地之悠悠 而替下 是吧 他等于是这种 把这个 唐诗呢 给 给这个 总结了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咱们教材上讲的一个王伯 是吧 王阳 卢洛 是吧 然后这个 陈子昂 洛宾王 卢兆 卢兆 是吧 还有谁 杨炯 是叫杨炯吗 是吗 宋世文也是 宋世文说人品不好 所以这个 一般就不说他了 他跟武则天好像有一腿 而且还是 还是他自愿的 他自己 武则天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非善感 他人品不好 而且陷害忠良 他们那么一人 那么一人 但是不影响他失血的 好 骆宾王不反 对 骆宾王是反的 是吧 然后盛唐 盛唐的代表人物 那就太多了 首先就是 李渡 李渡 是吧 然后什么 还有王维 王维 孟浩然 还有谁 李渡 目前不用说 王维和孟浩然属于什么派 田园诗派 还有边塞诗 是吧 高士 是吧 陈深 是吧 陈深 是吧 什么 胡天八月 鸡飞雪 是吧 不就是这 就这 就这 就这帮人 主要就是这些代表人物 王维的诗 行道水 穷处 坐看云起石 知道这个吗 听说过吗 没学过 王维的诗 是典型的 这个田园诗 山水田园派 你说这个 李白跟杜浦的诗 有什么区别 李白的诗 飘移 流畅 是浪漫主义的代表 各种是现实主义的代表 唐朝游圣 只摔的一个人 这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 时代不同 李白在什么时代 圣唐 所以李白一看 一写诗 都是那种 云山雾罩 那种 全都是那种 飞流之下三千尺 你量了 白发三千丈 哇天啊 黄河什么什么 黄河之水 天上来 是吧 那个 蜀道南 南欲上青天 全是没一句正经玩意儿 流放回来 还千里将领 一日还 是吧 那多高兴啊 是吧 流放了 您都惨到这磨 千里将领 一日还 是吧 杜甫都不行了 杜甫看到的全是什么呀 惨呐 八年安史之乱 他一年没落 全赶上了 那小儿子在这儿 怀了饿的 断了气 你想想 他可不是就 卷我屋上三重毛 是吧 他还能负都这样 三千尺吗 顾不上了 是吧 你看杜甫的诗 三历三别 是吧 新婚别 垂老别 吴家别 是吧 时豪力 同观力 心安力 是吧 然后什么兵车行 是吧 那个 爹娘 那怎么说来的 车里那马萧萧 行人功见 歌在妖 爹娘妻子哭相送 尘埃不见 咸阳桥 是吧 打仗 是吧 打仗了 老百姓惨 全都是热的 是吧 然后那种什么 这个 李渡 王维 这个孟浩然 这都不是一派的 都不是一派的 到这个 李白杜甫的时候 到这个圣唐时期 这个诗就已经发展到了 鼎盛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 我不爱读李白的诗 因为这个李白的诗 他并不擅长律诗 他还是以歌形体为主 所以你看他那诗就是 那个就是长短句 他没准 没准 可能大家 对 报备 李白就特别想跟那谁叫板 就是 此地空于黄鹤楼 那谁写的 那个叫 西人以城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李白说什么 谁提诗再上楼 崔浩 对吧 他就想跟他叫板 想跟他叫板 他写出来的这个诗 每一首都不如崔浩 就因为他并不擅长这种律诗 后来李白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 他写了一个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将自流 这明显就是仿了人家的 凤凰天那是 西人以城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将自流 但你看这个律师的特点就是 这个对账得非常怎么样 尤其三四联跟五六联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将自流 吴公花草埋幽静 近代衣冠成古秋 吴公花草对近代衣冠 埋幽静成古秋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鹿洲 三山对二水半落对中分 青天外对白鹿洲 他都得 你这是诗你写出来 你得对上 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那是烟波将上使人愁 对吧 他玩的就 他这个 你在这对账 得是非常工整 你比如说我写一首诗 我要这个 不催号圆韵 提黄鹤楼 那就是比如催号用这个韵 这个这个油 是吧 楼 他用这个韵 你也得用这个韵 这叫不催号圆韵 所以这个 李渡 王伟 孟浩然 这几位 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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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唐 中唐 诗歌的代表就是谁啊 白鞠翼啊 平民诗 平民诗的特点是什么 亚足共产 通俗亦懂 你为什么白鞠翼要这么写诗 他写的诗都是干嘛的 老百姓 不是 讽语诗 他写完诗要干嘛 损你 讽语 我是那种什么的 我是那种 劝谏 损你 讽刺你 我讽刺你就得让你看懂 你看不懂我怎么讽刺你 我记得 我刚参加工作 94年 刚参加工作 那时候还书生气未托 但是现在全是市井气了 然后 班上孩子闹 能让我当班主任吗 那时候大学刚毕业不都得被迫当班主任吗 你不然 这职称你怎么评啊 是吧 然后这个 哎 当班主任 那时候上课闹 不听我的 他们那会儿 他们都81年82年了 比我就差个9岁10岁 他不听我的 给我气的 给我气的 后来我说 你们这帮人 寡连贤耻 厉害子 茫然的看着 什么意思 我说臭乖 厉害 这会明白了 这会明白了 你说我用个文词骂你们吧 寡连贤耻 很茫然 很茫然 出一 那是出一 寡连贤耻 不明白 什么意思 你看这 我就没做到白句 讽语诗 讽语诗 我用很直白的语言写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写的很通俗 可是我意境并不低 你今天流行歌曲 它光俗它不通 就没劲了 我意境并不低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说 白居易去看李白的坟 写了一首诗 就六句大白话 就六句大白话 彩石江边李白坟 这能当导游图史 找不着看白居易诗 彩石江边李白坟 绕田无羡草连云 可连荒隆穹泉谷 曾有惊天动地闻 但是诗人多薄命 旧中沦落不过君 你看就这么六句大白话 谁写 你都能听懂那什么意思吧 彩石江边李白坟 绕田无羡草连云 可连荒隆穹泉谷 曾有惊天动地闻 但是诗人多薄命 旧中沦落不过君 这跟那个三山半落 青天外 二水中分 白鹿洲 这没法理 对着 写诗最忌讳往里写成语 四个字的成语 因为你不好分 曾有惊天动地闻 一般的话 你看是四三这种格式 你变成二四一 这不好分 你看它都是大白话 都是大白话 没有一个人敢说 我纪念李白 比白居易棒 人家语言通俗 意境可怎样 高远 意境一点都不低 所以银颂传千古 声名动似仪 像日本朝鲜 越南 白乐天的诗集 白居易的诗都看 可能杜甫他瞧不懂 看不懂 这都能看得懂 厉害 厉害 这诗厉害 所以白居易的诗写得特别好 宛堂啊 就是俗称的小李都 杜牧和谁啊 李商隐 我不知道那个 你们是怎么来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这个 怎么看这个诗 怎么看这个诗 李商隐那也不是浪漫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诗 反正是 就是诗歌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小李都的诗 那他那可以讲是说那种 诗歌这种艺术发展到了这个 极致 尤其李商隐的诗 那对账了简直都到 就工整到极点 那美的 那语言的那种美啊 你们学过这个 锦色无端五十钱 是吧 一仙一注四花年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李都 你说李商隐的诗什么意思 锦色无端五十年 一仙一注 思华年 五十钱 装生小梦 迷蝴蝶 望帝春心 脱渡渊 是吧 这什么意思 是吧 什么蓝天日暖 日生烟 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说了怎么解释 此行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怎么解释 是吧 有人说这是 他怀念他的恋人 或者怎么讲 爱情是 实际上不是 是吧 实际上不是 是正直识 是正直识 这个唐朝 我记得 我忘了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问题 唐朝开始实行科举制 我说过吗 咱讲过吧 但是唐朝的科举制很不完善 这个咱讲过吗 唐朝科举制很不完善 他还是什么人科举 就白地人子弟不行 得贵族子弟才能够科举 这个唐朝做官的人里面 还是士族居多 这个 就是科举的人不多 科举的人不多 因为他一年就录取了三四十个 不是说你中了之后就能做官 还得到这个衙门里去面试 面试 所以出现这个牛李党争 这咱讲过吧 就是说这个牛党跟李党 进行党争 牛党是代表这个科举派 他认为什么人做官呢 应该是有才能的人 通过科举考量的人做官 李党是代表勋救士林派 他认为什么人才能当官呢 就应该是这种贵族子弟 高干子弟 我从小就看我爸怎么处理朝政 所以我慢慢耳濡目染 我就会了 比你们这帮死读书的上个墙 所以党争长达几十年 牛是牛僧儒 李是李德玉 这个李商隐 他非常点倍 他跟李德玉是同族 他不也姓李吗 他等于是皇族吗 跟李德玉是同族 他又是牛僧儒的学生 按道理说 这号人应该是 谁上台都占便宜了 牛党上台 我是牛的学生 我是小牛 李党上台 我是李的亲戚 我是小李 你应该谁上台都行 不知道他这个人是情商太低 还是怎么着 谁上台都不用他 所以他是政治上的一种 不得志 此情可待 成追 只是当时已枉然 只是当时已枉然 他是这个意思 我正正不得意 他有一首 他不是有很多无题诗吗 有一首 凤尾香罗 搏几重 听过这首诗吗 碧文圆鼎 夜深逢 一个女孩要出嫁 要出嫁 凤尾香罗 搏几重 碧文圆鼎 夜深逢 我逢我的嫁衣 逢我的嫁衣 是吧 然后这个 中间两句忘了 曾是寄聊金进暗 断无消息石流红 为什么还不来娶我 我这都逢嫁衣了 怎么还不来娶我 班追止迹垂阳案 何处西南带好风 是吧 这个 马都来了 我出嫁的马车 什么的都准备好了 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娶我 实际上那李商隐就是 我都做好做官准备 还没有人提拔我 他就这个意思 他不是说我一定要 这个 就是这种 就是爱情上的怎么着 古人好像不是特别看中这个 是吧 这就是中国的诗歌的魅力所在 我们写诗 抒发个人的情感 但是这个诗 不是说我直接写 我很痛苦 我太惨了 不是这么写 我要用什么来抒发个人的情感 对吧 就跟那个林黛玉藏花银似的 是吧 你那个东西没法翻译成英文 洋人不懂为什么桃花落了 林黛玉会哭 你不是神经病吗 是吧 你还看看心理医生 那他明年还找 是吧 再说桃花落了 多好啊 结桃了 该吃了 这多好啊 你哭个什么劲 他不明白那是林黛玉感叹什么呀 自己 那个为他人做嫁衣裳那种诗 知道吗 就是这个 知道这个典故 唐朝一个读书人 他写的这首诗 那就是叫秦岛玉吧 他写的这首诗 就是 蓬门为时以罗香 穷女孩 为时以罗香 你脱良眉 暗自伤 我想把字架出去 没人给我做眉 因为我穷嘛 谁爱风流 高格调 共联时势 剪梳妆 敢将食指夸真 巧 懒把双眉 斗画长 敢将食指夸真 巧 我很灵 我做活行 懒把双眉 斗画长 我懒得画眉 因为没人娶我 我画什么眉 苦恨年年 押金线 为他人做嫁医生 你说这个 秦岛玉干嘛写这首诗 他是同情贫女吗 他是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 他一定是那种 领导的秘书 那种不得志 活全是我干的 苦恨年年 压金线 为他人做嫁医生 他是从这个贫女身上 看到自己这种中小知识分子 这种不得志 所以说 他算是这么个意思 这当然这也是可谓一说 可谓一说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 第一个内容 就是诗歌 第二个呢 就是词 词 词 是从哪朝开始的呀 南唐末期就有了 那么早 反正最起码唐朝肯定是有了 敦煌里边的那个 就好多 就有这个词 唐朝就有了 南唐后主礼遇 是吧 是著名的 词人 而且在礼遇之前啊 这个 就是这个王国为 王国为先生在人间词画 曾经有一个评价 有一个评价 说这个词以前就是 这个 以前就是不怎么样 灵宫之词 幽灵 灵宫唱的词 就是那种 流行歌曲 然后至礼后主 词的意境乃大 由灵宫之词 就变成了 是大福之词 是 礼后主的词 你说属于豪放派还是属于婉约派 婉约 但是实际上他后期开豪放派 一代词封 对吧 因为他后期写的词就不再是那种 男欢女爱了吧 他就是什么 王国丧家之痛 王国丧家之痛 这哥们其实 就不幸生在帝王家 对吧 如果他要是一个 太平王爷 对吧 比如生在唐朝 唐玄宗的弟弟 唐太宗的弟弟当个王爷 让整天写词 在中国意识处上永远闪耀不灭的光辉 是吧 你说到词 不说李后主 可能吗 结果他这个 可惜了的是 他不窝囊也不行 因为南唐 打成他爸那辈子 开始窝囊 对吧 已经被后周打成内德了 所以到这 他继承的就是一个烂摊子 当然这人的性格也是 性格决定命运 当宋军打过来 李后主就没办法 只能干嘛 填词 不战不合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整天填词 没有任何战手之策 不战不合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填词 学乎他那个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潮汉 玉树琼之作烟罗 几层石干额 你打我干嘛 你不是欺负我吗 是吧 我不会打仗 几层石干额 一旦归为尘鲁 沈腰攀便消磨 罪是仓皇 慈庙日 教访游奏别离歌 垂类对公额 你看这王八蛋那样出去 垂类对公额 你就不想想 宗庙设计黎民百姓 列祖列宗你对得起吗 垂类对公额 他这个词就是唐朝南唐都有 但是到了宋朝 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 它的原因跟这个是一样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 发展 然后市民阶层 兴起 市民阶层兴起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词也就是当年的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最大的拥护者 不就是这个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 这种兴起 然后就是大家知道的 就是 这个 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 就辞分两派 一派是 豪放派 一派是 婉约派 其实这个词传到今天得有多少首 没法统计 没法统计 然后绝大部分应该都属于婉约派 可能说有说是90% 应该是 就传下来的古代人写的词里 90%都应该属于婉约派 对 对啊 所以这个 豪放派代表人物是苏新 苏世跟新契级 那 婉约派 那太多了 是这样 代表人物是 流礼 是吧 就是咱们讲宋词嘛 宋词 代表人物是流礼 这前面加上一句 加上一个 宋词 宋词 词太太宽 说宋朝 不说别的朝代 代表人物是流礼 这个苏世是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 就是中国古人认为 词什么 词词言什么 词是言智的 那词言什么 言情 词是言情的 词为艳科 所以这个写这玩意比较招人不带的 不是不带 就是让人看不起 你看刘勇 是吧 刘勇 考证进士了吧 是吧 让仁宗皇帝给他勾了 是吧 给他名字挂一图 此词莫非填词之柳三遍 是 且去填词 披上四个字 中了进士的给他勾了 给他披上四个字 且去填词 你干这就行了 是吧 你这样整天写黄色 有反动歌曲的 是吧 你不弘扬主旋律 你做的官 这家怎么跟当中央保持一致 是吧 且去填词 所以刘勇更加放浪行骸 奉旨填词 奉旨填词柳三遍 他到哪举了这牌子 我奉旨填词 奉旨填词 他不是那个黄金榜上 谁说他那首词吧 偶尸龙头望 是吧 所以我干嘛 我自己填词去 财子词人 自是白衣倾相 在整天跟妓女混在一块 更加放浪行骸 他死了 无钱 安葬 妓女凑钱葬 过去妓院供祖师爷 供刘勇 这行业 祖师爷保护神 刘勇 刘勇 你看这挺多搞 像我们那供孔子 练武的供关羽 妓院供刘勇 唱戏的供唐明皇 妓院供刘勇 所以到了苏氏这 以诗入词 词的意境就大了 明月几时有 打酒问听天 从李白的诗 青天有月来几时 我欲听被一问之 起句就高 他这种豪放派 尤其像乱世穿空 惊涛拍案 那些东西 开创一代瓷风 开创一代瓷风 这是我们讲的 新气急 这个人就更了不起了 这个人更了不起了 当年人家干嘛的 人家是敌后武功队 在山东抗津义军 沦陷期坚持大游击的义军 麾下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 他统帅被叛徒杀了 他追上去把叛徒干掉 领着这一万多人 投奔南宋 一心想恢复失利 报效国家 结果宋朝就不重用 先让他当支州 后来所幸您就 支也甭支了 您就退休 结果南宋的时候 后来奸向寒陀骤北伐 然后启用老爷子 做参谋长累穗者 老爷子特别高兴 夜里喝高了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脚联营 人做梦都梦见什么 打大 八百里峰 麾下至五十弦翻 赛外生 沙场秋天冰 然后你看马座地炉飞快 好像地炉仿主 他能弄这么一个分码 狄炉飞快 公如霹雳前京 两袖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 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结果这词还没写完 酒还没醒 腿发失败了 腿发失败 老爷子就死了 六十多岁 他死了 过早了离开了我们 属于那种英年早逝 英年早逝 六十多岁 英年早逝 晚约派就是刘勇 李清照 就这样代表人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那事儿吗 就是苏氏不是写的都是这种 就是家国天下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怕他这玩意没人听 就问这个 说我的词跟柳词 有什么区别 结果人说就是柳词要二八家人 二八家人 然后象牙戳板 青脸漫畅 你呢要关西大汉 满面求人 铜皮把铁戳板 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 但实际上谁的影响大 还是柳词 凡有井水处 皆能割柳词 还是他影响大 还是他的影响大 你包括南宋都到那样的程度了 你说南宋写词写得好了 江白石 江奎江白石 那不是也是晚约派吗 你们学过那个怀左明都 竹西家处 应该学过那个 解安少住出城 那边也是晚约派的 晚约派 是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 这个颂词 颂词 再往下就是 圆曲 圆曲啊 几乎所有的教材都不敢写它的时代背景 是吧 圆曲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几乎所有的教材都不敢写 都不敢写 为什么呢 元朝是什么人建立的 蒙古人 蒙古人靠什么建立的 武力 对吧 快马弯刀 所以蒙古人最看不起 文化人 对了 读书人 过去文化大革命 毛河东时代 知识分子叫臭老酒 臭老酒 是吧 这不就是跟蒙古人学的吗 那久如十盖 对吧 久如十盖 读书人比 比 比妓女还低 就比 乞丐高 所以读书人没法 做官 只能把满腔 愤懑 诉诸 彼端 写什么 为什么写曲了 能唱 对 能唱 能演啊 老百姓能看啊 电视连续剧啊 是吧 这家影响力多大啊 对吧 你写书我不认得字 是吧 你写词啊 你听不懂 你写信仪言 斗格和冤的话 是吧 这就在老百姓能引起心理共鸣啊 是吧 地也 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 你错堪嫌疑欲网作天 这骂谁啊 骂天骂地啊 骂朝廷吗 这不是 是吧 骂朝廷 也就是那蒙古统治者 比较 比较天真 是吧 说出来就是傻 没文化 不懂汉语 他不懂 听不出来 这什么意思 什么叫 帝呀 天呀 他蒙古皇帝连汉语都不懂吗 蒙古真正汉化的皇帝 没几个 是吧 没几个 大部分皇帝都是 不懂汉语 是吧 不认得汉字 整个就是一帮 就是外国人 人家会说蒙古语 整个这帮外国人 就跟那俩日本人当 日本人都认得汉字 对吧 就那个感觉 你弄俩阿尔巴尼亚的 就那种感觉一样 阿尔巴尼亚 是吧 赞比亚的 那种感觉 他都不懂 所以他不开科举 如果要真的是忽必烈的儿子 真金太子继位的话 那可能蒙古就会走上那条汉化道路 但是这个真金太子 因为他清新汉化 所以这帮汉人 太拥护他了 而这个忽必烈 更重用的是 毁毁人 就是色目人 眼珠跟咱不一耍了 因为毁毁人会敛财 善于经商 能给他挣钱 他重用毁毁人 忽必烈岁数很大 中国历史上过八十的皇帝 他是一个 所以这帮汉臣就 劝忽必烈善位 善让 结果忽必烈以为真金受益的呢 就把真金给叫过去 骂了一顿 真金回去几天就死了 所以这忽必烈说 你看这个汉族如生 真讨厌 离间我们父子 我把我儿子骂死了 后来这个 真金的儿子铁墨尔继位 就是原成宗 成宗也恨这帮汉人 你看你们 一挑拨离间 我爷爷把我爹骂死了 所以蒙古这汉话 就走偏了 实际上是因为 有人说 为什么蒙古 他就不汉话 他在入主中原之前 已经接触到了 比他的文明高得多的 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而这个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可能不比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小 所以他已经好几种先进文明了 我不见得非得采纳这种中华文明 他会像什么匈奴 鲜卑 结底腔 这些民族 原来在草原上 光屁 我一进入中原 我天 他只能接受中原的这种先进文明 他没接受过别的 你看蒙古人 他西征 欧洲人他得见过 蒙古很多皇帝都是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 也有伊斯兰教徒 他不见得过非得信你儒家的这套东西 因此咱们讲的原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这就不能展开了说了 然后第四一个就是 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 第四一个 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 更是典型的 这个 就是更是典型的 西曲啊 就是适应谁的需要 嗯 明清小说 第一个更是典型的 适应谁的需要 就是市民文学 是吧 市民文学 第一个就更是典型的 市民文学 你看那个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你如果 中午12点半 一点那会儿你打车 出租车司机 十个有八个 那干嘛 听评书 对吧 善天方 咬着个嗓子 跟着跟着 是吧 肯定跟着听评书 他最爱听的就是这个 他的历史史是从哪来的 主要从善天方来的 是吧 那距离历史真相 那太遥远了 是吧 太遥远 但是他的历史 这包括我从小喜欢历史 那会儿我记得就是 听那个刘兰芳 岳飞传 你今天一看 真成问题 那岳飞传肯定不让播了 你这么侮辱少数民族 侮辱满族兄弟 那肯定不让播了 是吧 他主要就是从那里边来的 从那里边来的 是吧 他这个适应市民文学的需要 再有一个 你比如说 这个咱们中国 三国时期 三国两进南北朝 三国 三国后来是被谁给灭的 就是属王于位 最后三国归一统 是谁干的 晋 所以这个晋朝的时候 陈寿写三国志 你说他会以谁为正统 那个位 他以曹魏为正统 对吧 因为他是晋朝人 而晋代替的是曹魏 他以曹魏为正统 那再往后 东晋 宋岐良臣 都是以曹魏为正统 隋唐也以曹魏为正统 曹操一直到魏 一直到唐 都是正面人物 后来为什么变成白脸大奸臣 从哪条开始呢 宋朝 宋朝尤其南宋 强调自己是正统 虽然我离开封 长安洛阳很远了 我被赶到这个嘎子来了 这不是中原王朝 应该待的地方 但是我是正统 虽然我在台北 但我是正统 这种感觉 所以他就强调什么呢 刘备才是正统 刘备虽然被赶到成都 但他是蜀他是汉 汉招列帝 他是正统 曹操是篡权的 他强调这个 所以后来这种思想 就直接影响到了什么 小说的创作 就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典型的尊留义曹 是吧 典型的尊留义曹 实际上宋朝那画本的时候 就是说老百姓听说书的说画本 文刘玄德拜 痛哭 文曹操拜鼓掌 就已经到这种感觉了 天心一片大讨曹 所以就是贬低曹操了 开始从那个时候 所以第一个是市民文学的需要 第二个就是说他的 咱也只能还是按照传统的说法 就是他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反封建的色彩 三国演义应该说没有 三国演义还是尊留义曹 还是刘汉正统 他还是强调这个观点 你看那个水浒传 水浒传是给谁写啊 那帮都是什么人 据说叫农民起义军 所以老不读三国 少不读水浒 老不读三国为什么 本来就够有那个花肠 对对对 您老了之后您就 安享天年就完了 你别老想着跟人家斗心眼 三国整天讲记 讲记斗心眼 少不读水浒 为什么小孩不要读水浒 本来就没脑子 容易违法 对吧 像李逵那样 动作把他杀了 你凭什么容易违法 只要他不道德 我就杀掉他 你凭什么有法律约束 你凭什么老杀人家 所以这个水浒传的典型 这是反封建 西游记从哪看出反封建来 西游记 西游记的主人公是谁 三国妖怪 就是和尚 不是 就说咱说最主要的是谁 孙悟空 对吧 孙悟空是个什么 造反的 造反的 造谁的反 造玉皇大帝的反 按照道家的看法 神 人 鬼 妖 是吧 神 人 鬼 妖 人可以修炼成神 人死为鬼 鬼在投胎 还是人 这三个阶层是可以转化的 妖呢 妖 不行 是吧 神 人 鬼 妖 孙悟空是哪个阶层 妖 妖猴 妖猴 是吧 他造玉皇大帝的反 玉皇大帝是哪个阶层 神 而且还是神的什么 你看这强烈的传达这么一种信息吧 对吧 你明白这意思吗 天上皇帝的反 猴都能造 你人间皇帝 是吧 人间的皇帝 你算个凳 就这种感觉 是吧 你算人的 对啊 对吧 我知道人间的皇帝 老百姓造反 有什么不可以的 是吧 王猴将相 你有种忽 当然了 后来设计了一个好的结局 就是孙悟空他们又被如来佛祖 成了佛了 斗战圣佛 还是打仗嘛 又干那的 干那的 是吧 所以这个 哎 《红楼梦》就更不用说了 啊 更不用说了 是吧 《红楼梦》可以讲啊 人类自文字这种东西诞生以来 最优美的文字组合成的一部伟大作品 你没看过《红楼梦》 你不是中国人 而且还得看几遍 还得看几遍 每一遍都能扎磨出不同的味儿来 扎磨出不同的味儿来 是吧 那个东西啊 《红楼梦》 咱在我前面讲啊 它没法翻译成外语 你翻译过去就跑了味儿了 洋人也不理解 有一对西班牙汉学家夫妇 这老两口子真厉害 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把《红楼梦》给翻译成了西班牙文 是吧 它翻译过去之后 然后那个中国记者就采访它 你太了不起了 你把《红楼梦》翻译成西班牙文 说你有没有困难 困难肯定有啊 困难大不大 超乎你的想象 那困难多大 说你能举个例子吗 它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红楼梦》里有一个丫鬟叫湘灵 这个名没法翻译成西班牙文 你要是汉拼香灵 西班牙人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 香灵哦 这什么东西是 他不知道 你说这个香的灵脚 西班牙没有灵脚 西班牙人没见过灵脚 后来就翻译成什么呢 散发香味的安树叶 所以西班牙人要一看 这中国人的名字叫土 带香味的树叶 你怎么叫这名啊 实际上咱这名多棒 香灵 你洋人的名字只能阴译 你没法一一过来 史密斯那不就铁匠吗 美国国务卿铁匠 布什不就灌木丛吗 美国总统灌木丛 美国灌木丛 毒蛇参谋长 福克斯影片公司 这狐狸 狐狸影片公司 你这是什么 他那名他是土 咱中国人起名的是很高雅的 我们很高雅的 但是他这东西你没法翻译过去 而且我说就是你翻译过去 洋人他也怎么样 不理解 不理解 是吧 辽斋志义怎么 怎么反封建 辽斋志义也反封建 那么看 每个人都说 这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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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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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